2023年9月21日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马尼拉举行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菲律宾副总统 兼教育部部长Sara Duterte 以中英双语发表视讯致词 非代理外长Domingo DTI Secretary Pascua DOF Secretary Diongno 国务院 Minority Leader Senator Pimentel Senator Escudero Congressman Minority Leader Lipanan Executive Secretary Velasco 界别党联盟秘书长Niki 外委会主席Alinas 多数派副领袖 嘉玲 非军副参谋长盖尔兰 非总统中国事务特使许志军 颜杰奇 亚美省省省长 鲁曼 加亚洲省省省长 Mamba 卡坦多内斯省省省长 Joseph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非华生联总会理事长 施东风 非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永宁 菲律宾 中国商会会长侯士练等 华社侨领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 其他国家驻飞使节 国际组织代表和驻飞中资机构 外派教师 留学生 媒体智库人士 近千人出席 中国驻飞律宾大使黄熙连 在致辞中表示 新中国成立74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迎来了从战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是现代化稳步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高品质发展 今年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 下个月将在中国举办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愿与各国 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合作理念 共同将这条造福世界的合作之路 铺得更宽更远 黄大使还表示 作为隔海相望的近邻 中非友好 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今年初 马克思总统成功访华 两国元首同意 中非因进一步深化农业 基建 能源 人文四大重点领域合作 两国元首一致认为 海上问题并非两国关系的全部 因通过友好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这些重要共识 为中非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 黄大使表示 长期以来 广大在非华侨华人 无私奉献 热心支持 祖国和菲律宾当地建设发展 各展所长 积极推动两国各项领域 友好交往 为中非传承友谊 增进互信 扩大合作发展 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正当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友好使者 也为中非关系不断注入正能量 黄大使预祝中非两国体育健儿 在即将开幕的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中取得佳绩 Sara副总统也在致辞中表示 菲律宾全体人民 向全体中国人民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4周年 并表示 在过去74年来 中国经济繁荣和民生发展 都取得了惊人成就 未来还将见证中国进一步发展与进步 2025年 将迎来非中建交50周年 祝福非中伙伴关系 蓬勃发展 持续加强农业 贸易 投资 科技和人文交流合作 深化教育和青年领域合作 探索更多造福两国民众的新途径 招待会现场展出了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图片展 设置了杭州亚运会纪念品展台和中资企业展台 播放了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 和中非务实合作 丰硕成果的短片 表演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 与会嘉宾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4周年 顺赞中国取得 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预祝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盛事 取得圆满成功 期待中非关系 行稳致远 造福两国人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